在这个面相的课程来说,我会质重于在这个金木水火土五行分析一个人的性格,重点每一个部位的分析 在掌握了这个基本概念的时候,到工作方的时候就会和大家综合分析一个人的性格和他们的一些重点的发展是怎样的 如果你们的工作或者是环境上常常要和人接触的时候,或者是一个要人际关系多些密切、物身人的沟通或者人力资源方面都需要一个不同的接触的时候 我相信在面相上加强一个快速的了解人生的性格或者人际关系来说,都会有到帮助你们的